大家好 今天要教各位如何使用 ESP32 來精準控制四輔馬達的轉動 這次我們要控制的是 SG90 這顆常見的四輔馬達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四輔馬達的基本控制方式 四輔馬達最常透過 PWM 訊號來控制角度 PWM 是脈搏寬部條片的簡稱 還不會 PWM 的朋友 可以觀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SG90 四輔馬達有三支接角 黃線是信號角接到 PWM 訊號 紅線是電源角接上5伏特電源 中線是接地角接地就好 SG90 四輔馬達可以在-90度到-90度之間轉動 總共 180度的範圍 如果你需要轉超過 180度 或要讓馬達旋轉一整圈 那麼你可以考慮使用途機或是連續四輔馬達 四輔馬達之所以能精準控制角度 是因為它根據 PWM 訊號中 高電位維持的時間長短 來決定馬達應該旋轉到哪個角度 對 SG90 馬達來說 如果高電位持續 0.5 毫秒 馬達會轉到最左邊 也就是-90度 如果持續 1.0 毫秒 就會轉到-45 度 1.5 毫秒是中間位置 也就是 0 度 2.0 毫秒則是 45 度 而 2.5 毫秒就是最右邊的 90 度 接下來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ESP32上的 PWM 控制中 我們要怎麼把角度換算成 PWM 丟體值 在 MicroPython 語言中 我們可以使用 PWM 丟體 來設定 PWM 訊號的工作週期 這個值的範圍是從 0 到 1023 那我們該怎麼把上面提到的脈搏寬度 轉換成丟體值呢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假設 PWM 的頻率是 50 毫子 那週期就是 20 毫秒 如果我們要讓思浮瑪達轉到最左邊的-90 度 這時的高電位寬度就是 0.5 毫秒 我們就拿 0.5 毫秒去除以 20 毫秒 得到的是 0.025 也就是 2.5% 然後用 2.5 毫秒去乘以 1023 就會得到大約 25 那就是角度-90 度時對應到的 DUTY 值 同理轉到最右邊的 90 度是 2.5 毫秒 高電位時間加 20 毫秒的是 2.5 毫秒 乘上 1023 得到大約是 125 所以角度 90 度對應的 DUTY 值為 125 這樣我們就知道 對應思浮瑪達角度的 DUTY 值 是從 25 到 125 之間做變化 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定義兩個變數 最小的 DUTY 是 25 最大的 DUTY 是 125 楊者的差值是 100 為了讓角度變得更加直觀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公式 我們先把角度除以 180 這樣可以轉換成百分比形式 代表整個角度範圍中走了多少比例 再把這個比例乘上 DUTY 的範圍 也就是最大 DUTY 減去最小 DUTY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加的增量 最後加上最小的 DUTY 這樣才能從左邊的起點出發 整理成一個公式是 最小 DUTY 加上角度除以 180 乘以最大 DUTY 減掉最小 DUTY 舉例來說 若角度是 90 度 換算下來就是 25 加 90 去除以 180 乘以 125 減掉 25 最後等於 75 75 就是我們把角度換算過來的 DUTY 值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輸入角度 來控制思浮瑪達的轉動了 而且轉到哪一個角度 都能算出對應的 PWM DUTY 值 最後我們來說明今天實驗的目標與準備 這次我們要實作一個簡單的馬達控制系統 使用 ESP32 加發板 接上一顆 SG90 馬達 還有兩顆按鈕 當你按下左邊的按鈕時 馬達會向左轉 45 度 按下右邊的按鈕時 馬達會向右轉 45 度 到過這個實驗 我們可以理解 四個馬達的實際控制方式 並學會如何使用 PWM 來進行角度轉換與精準控制 打開 Phony 輸入一下真實碼 這是螢幕 MicroPython 的控制模組 PIN 用來控制 GPIO 角位 PWM 用來產生脈搏訊號 PY 模組提供延遲功能 讓我們可以加防彈跳處理 設定四個馬達的角位為 GPIO 5 並出實化為 50 赫子頻率 符合四個馬達 SG90 的控制需求 這裡我們設定兩個按鈕 分別連接到 GPIO 12 和 GPIO 14 按鈕角位內部使用三大電阻 按下時會變成低電位 鬆開則是高電位 說實話 目前馬達的角度為 90 度 也就是中間位置 這可以避免一上電 馬達就往極限跑 造成機械壓力 這是一個關鍵函式 將角度轉換成對的 PWM DUTY 值 用 INT 是為了確保輸出的知識整數 這一行會在一開始就把馬達轉到正中間 準備開始接受控制 這一段是處理左鍵 如果有按下按鈕時就會進入判斷 此時我們先檢查路線角度是否大於等於 45 度 因為再往左-45 度就會低於 0 度 這樣就不合理 透過這種限制範圍的機制 可以防止馬達超出可控範圍導致異常抖動 移動完後我們更新馬達位置 再加上 0.3 秒延遲來防止彈跳效應 再段處理右鍵 邏輯完全相反 最多只能加到 180 度 因為再加就會超過 180 度 同樣是錯誤防態機制 這樣就能安全的在 0 到 180 度之間轉動 最後這是主回圈的基本延遲 避免回圈跑太快 導致按鍵檢查過於頻繁 儲存後按下執行 你可以看到 每按一次按鈕 馬達都能照著我們指定的方式旋轉 你也可以試試自行調整程式碼 達到你想要的效果喔 本期的教學到這裡為止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